三重地震事务所为了让查公民众也能同时拥有一文体验 特别邀请到三重在地绘画艺术家宋天赋展出个人创作 欢迎喜爱绘画的人前来共享盛举 不管是庙里人们虔诚祈福的表情 或是阿里山上美丽的樱花 三重在地绘画艺术家宋天赋的画作 总是可以带给人们平静祥和的感觉 这次他受到三重地震事务所的邀请 在民众洽工的大厅展出创作 也有与大家分享他四处旅行的所见所闻 类型比较人文的乡土味道这种 像阿里山这就之前去看小火车这种 我之前去没看到古老的火车头 那时有哪有智能有智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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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市场下来 三重地震事务所为了提供创工民众更多的一文体验 特别在所内规划一文空间 不过由于与民众的座位区方向相反 因此很容易被忽略 没有 这就要看他们主办的 要怎么去推广这个事情 人家才会停留下来去看 不要匆匆忙忙的看来就走了这样 不然一看到就走 对啊 你要就有去推广 让人家知道这样 宋天赋的画展 从即日起到12月30号为止 他希望透过这次的展出 可以让市民朋友细细品尝台湾之美 记者 方建凯里马会三重采访报导